112年原民部落文化健康站联合庆祝母亲节即部落服务座谈会活动 19号在新城乡原民多功能活动中心办理 而现场展现了部落长者多项的作品 同时也进行健康操的活动 来展现文化健康站研习还有健康的成果 新城乡有两站文化健康站 并且有家里文化健康站 8幅以上文化健康站在乡内成立 为了展现112年度的成果 19号并且在新城乡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办理成果展 同时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来向各位表示做了事意 欢迎大家 特别只是我 要跟各位做个报告 第一个是祝福 祝福在这个母亲 母亲节快乐 其实你们可以思考 好像公所这边去辅导他们的思考看看其他部落看看有没有那个意愿成立这个文件站 为什么要知道 多多变变 怎么会健康呢 所以在这里 真的要鼓励我们相公所 还有鼓励我们协会 辅导我们协会去升旗 这个我们建战 我想 鼓务坛 阿弥陀佛妈丢业入我们的活动 其实这是好事情 我们也会鼓励我们发言士 还有吉安这样子做 尤其是在有境界不经济 我想 下面讲我们就来讲 虽然 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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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为何来 现在 下轮的和平台表 是新年当中成立了两间文化健康站 不过 公所也会持续地辅导各部落来一意成立 积极地和各部落一间领袖和主人们进行沟通说明 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努力 来协助部落成立文化健康站 让部落战争能够来到这里学习才艺 动动脑来快乐的生活 记得join 谢谢大家